健康 廣結善緣 所以 戒是保護我們 佛陀用戒律保護 這些佛弟子不會下三二道 可以升天 可以去極惡世界最後稱佛 所以 當然所以 佛法你還是去理解 我們為什麼會守八萬宰戒 自找麻煩嗎 不是啊 因為我守八萬宰戒 我七次升天啊 七次做人啊 縣市沒有這些車禍啊 不會得癌症啊 過去我還沒有守戒以前 所造的惡業也可以消除啊 所以戒是保護我們 所以佛陀說 佛在世以佛做老師 佛不在世以戒做老師 你只要持戒 戒在則佛在 就是佛在加持你 我們一般佛教徒講五戒嘛 殺到 淫忘 九 那每一個戒條它的功德是什麼 那你守一條不殺生戒 就有五個護法神在你身邊 這輩子不會血管爆裂 不會手腳斷掉 那佛經德不會碰到有一種 因為鬼有很多鬼 你破掉這條戒 你就那種鬼會來找你 剛剛法師的意思是說 戒其實不是佛制定下來保護我們的方法 然後呢 其實前天呢 我有信啦 跟法師守一個八關在戒 我覺得最震撼我的地方就是法師說 守一日一夜八關在戒 好像是二十小節可以升天 那待會再請法師解釋一個節是什麼意思 感覺反正就是很多很多天 很多天在天上 那我還問一個比較愚蠢的問題 我說那萬一我這一輩子殺很多人 我是一個大惡人 我住天下地獄的那我守八關在戒 不就解脫了嗎 那就是不用受了嗎 有一個前提 我們守八關在戒那一天 會先懺悔 過去你殺了人 事實上現在殺人的很多 哪一個女孩子沒殺過人 墮胎 墮胎就是殺人 但是你不用擔心 因為我知道錯了 所以我不會再墮胎了 進一步 我還要超度這個小孩子 進一步 我還要想要懺悔我這個殺業 有一點我必須講 雖然你超度這個小孩子 但是你墮胎的業還在 那怎麼辦 那還是要去被砍 沒有沒有 所以要兩方面進行 一方面要懺悔我們這個墮胎的殺業 二方面要去超度這個被墮胎的小孩 這兩個都要做 是是 那當然我們守的八關在戒 就代表你了解這個道理 所以你已經決心不會再殺了 嗯 對不對 下回懷孕 就不小心懷孕 我們也會把它生下來 居然再怎麼不方便 再怎麼對生活造成困擾 對 因為你已經知道了 佛陀要我們守八關在戒 並不是說 剛剛你講的 我今天守我明天故意去殺 因為 除了沒辦法說 因為我家是殺豬了 我現在還沒辦法改 但是如果說 最人 當然佛教裡面殺人跟殺動物 夜暴又不一樣 你殺大動物跟殺蚊子 夜暴又不一樣 不是都平等生命嗎 沒有沒有 就不一樣的生命的品質 不一樣的夜 因為你殺個有記憶性的跟殺 沒有記憶性的魚 那殺有記憶性的夜暴比較重 所以殺人最重 對對對 然後殺對你有恩的跟殺一般人 那夜暴又不一樣 你殺到你父母 跟殺到一般的普通的老人 那結果又不一樣 那我們只要了解這個道理 所以我們才要來守戒 那你守戒了 我已經決心不會再殺了 是 所以我守這個八關在戒 那這個八關在戒的力量 就可以讓你二十小戒 一戒是十三億四千萬年 二十那幾百億年 對 那這幾百億年 你都是在 在善道裡面 就是人道天道裡面 那人道天道又有機會 你又能夠清靜到佛法 你一定會把他懺悔掉 又積了很多功德 所以就改變了 就像天上的神 他活了三千六百萬年 他死了要下二道的時候 他只要能夠去歸一三保 他就不會墮落三二道 他可以升更高的天 只要歸一喔 何況我們受戒呢 所以我想 當然就像 您這樣 有福報受到八關在戒 你要放鞭炮啊 是 感覺起來好 撿到大便宜 哇太好 但是接下來要怎麼辦 是 如何讓別人有機會啊 是 所以我 我們就會想辦法去監獄船 而且跟他們講到底啊 他們也好啊 晚上不吃小事 對不對 是 但是他們可以改變命運 是 雖然槍斃以後 至少也不會墮落二道 但是這樣聽 那些人就不高興了 我就讓他下地獄了 你幹嘛去船八萬再見 會有這樣子喔 有 他對他今天 你今天要被執行的 還有這樣子喔 有家屬啊 喔 因為他把我女兒強姦殺了 我就希望他死了 還下地獄 你就幹嘛去救他 當然碰到這種家屬 我會跟他講 是 你不能有這個心態 如果你有這個心態 你女兒更不能超度 嗯 啊 你應該要想辦法 不要光報復 而要想的是 如何超度你女兒 嗯 對不對 是 所以我想 當然就要找機會跟他們談 只是說 一天一夜八萬齋街 就有這麼大的福報 何況人家一輩子出家呢 是是是 所以 如果我們看到一個出家人 他雖然不會講經說法 但是他一輩子出家守戒律 你給他供養一個紅包 下輩子本來是這輩子命運就改變了 所以各位要懂 你這樣講的是正確 這也是老保倫 馬老闆這輩子有錢的英 他懂得供養出家人 我覺得出家人是福田嘛 就是種讓得到 可是我知道我這種想法是很小的 但是出家人為什麼是福田 因為他慈戒 慈戒的出家人 對 慈戒的 那慈戒在世間就是道德 一個孝順父母的人就是世間的福田 是是 今天你光是人找總經理找經理 你不要以他的能力為標準 你要去 他這個人是不是在家孝順父母 也愛護他的妻小 這個人到你公司來保證讓你賺錢 因為他是福星 他不見得代表能力 如果你不管這個 我管你娶幾個老婆 你只要有能力幫我賺錢 那你保證虧錢 那現在的人 你說HR讀MBA啊 教的你都是這些東西啊 問題就是所以你要去問啊 那我就不一樣 像我們經營生命電視台 我們很多事業 用的人能力擺在後面 道德第一 你有沒有孝順父母 我都會去問 我會去調查 對 我今天跟何導也在聊天 他跟我說 你當時跟秀慧 秀慧法師那個師姐 對啊 應徵他的時候先說 你要守五戒 對啊 就是我們自己 以孝順父母尊敬師長守五戒 那你有愛心 那我們互相幫忙 能力互相努力就好了 是是是 所以我一直強調人格第一 戒律最重要 道德最重要 所以我想 那我們守八萬才節 就是一種道德 為什麼 我不傷害別人啊 我今天不傷害你 我今天不騙人啊 而且進一步 我今天 不起慾望啊 還可以解脫 進一步我守戒的功德 又回向給眾生啊 那整個洛杉磯 整個舊金山就改變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進入高潮 真的 剛剛講了快 接近兩個小時 這句話是最重要的 你就算性也好 不性也好 就守一日夜 了不起是24個小時 換來 假設如果是真的呢 幾百億年 事實上 每一個華人都守過 為什麼 只要家裡老人家 要往生 你第一天要披麻戴孝 披麻戴孝那個 就叫八關在節 美國的華人沒有啊 美國華人往生 沒有披麻戴孝 對啊 所以但是至少你會 人家會叫你穿素的衣服 對啊 那只是說 做法師 或是你現在了解的 你要告訴人家 爸爸媽媽往生啊 守孝七天啊 就是八關在節的意思 所以就是 不殺生不偷刀 那一天夫妻分開睡 不要吃肉 那不要 甚至古早還叫我們 捆操球啊 就是說不要睡夫妻床 是是是 就是八戒的意思 那這個是最大的功德 來報父母恩 如果子女出家一天 父母就有升天的機會 出家一天 父母就有升天 所以泰國人為什麼說 從小就要讓小孩子出家七天 爸媽會慶祝的鑰匙 因為他生下的小孩 其實為他們出家七天 這個爸媽將來可以升天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啊 不是一個習俗而已 不是啊 所以我們 我們漢人出家都是為了報父母恩而出家的 對我知道您是為了 對啊 母親的身體 對啊 我這樣對他很好 對我更好啊 可是有些是害人說 你出家你不孝順 我怎麼會這種想法 孝順不是光這一輩子 出家人 父母生病更要照顧父母 甚至出家人 你爸爸媽媽滿七十歲也沒人照顧 你一定要接到寺廟來親自照顧他 但是一定要的 所以出家人是為了 報答父母用我這個身體來修行 而不要來 來吃喝玩樂 中國人還有這種傳宗接代的思想 所以問題就是你要告訴父母這個思想 你學佛了 除了孝順他現世的身體 你要孝順他來世的解脫啊 所以你要慢慢去影響爸爸媽媽 懂得這個因果輪迴的道理 雖然很困難 但是你還是一輩子的去影響 然後慢慢他就會改變了 因為父母沒超度 子女絕對不會快樂的 父母也沒超度 子女就不順嗎 對 一定的 如果祖先沒超度 所以中國人很重風水 祖先沒超度 子女事業感情都不會順的 好像是 以前那個聽他們講那個大老闆 台灣的都要請抓風水師去看祖坟 因為有些夫妻兩個感情好得不對 但是天天吵架 為什麼 他媽媽死了還在做鬼 在家裡兩個怎麼好得起來 超度 法治可不可以跟我們講講超度的概念 因為其實 超度就是不要讓對方受苦 起碼不要下地獄 譬如說這個人是得癌症死的 現在他死了 他還在執著身體得癌症 這個不行囉 這個他還在更苦喔 他變鬼了 還在痛 還在痛 對 還在痛 然後會影響到我 會 這個因果關係又不太理解 中國人都知道說爸媽死了 頭七二七他會回來 對對對 那如果他還在得癌症他回來 家裡有人就會 他就會影響家裡得癌症 他不願意啊 但是他沒辦法 他身上有這個啊 喔 所以他父母他也不想 對 如果父母現在升天了 子女就會很發財 為什麼 因為父母在福報啊 他一定會把這個福報給兒女嘛 所以法師又給我們一個賺大錢的方法 對啊 就是要孝順的父母 要超渡祖先 是是是 那如果 那我們可以去 我們去超渡別人的亡魂呢 那更是值得啊 跟我們沒有關係的也可以 有關係啊 不是 但是你要超渡別人的亡魂之前 一定要先有能力 超渡自己的父母 才能夠去超渡 所以自己的父母先超渡 對 那活的要孝順 死亡的要超渡 那超渡的方法 佛教跟我們講的很簡單 你就按照地藏經 那超渡那一天不要殺生 念地藏經 供養出家人 放生 幫助貧窮人 這個方法很正確 嗯 就像我們去掃墓 對 掃墓並不是我拿一個 媽媽喜歡吃雞腿 所以我拿雞腿來拜 對 那你就把媽媽推入地獄啊 現在好像好多人都這樣子耶 所以 拜壽載一隻乳豬 烤一個乳豬 廣東特別多這樣子 廣東人就是整個泰國 是佛教國家也是這樣 就是泰國只要掃墓 華人全部殺烤乳豬啦 對 準備要再發個蘋果 那就是因為他沒有機會看到佛經 或是聽佛法 聽到法師講佛法 是 你要他超渡 你幫他殺生 他怎麼會超渡呢 那不合天理嘛 所以這個媽媽邏輯的 對不對 你把這個水果拿來拜他 或是把這個水果去給難民 或把這個水果去供養出家人 他才會得到那個功德 是是是 而他如果在做鬼 你給他吃吃得到嗎 木劍聯拿飯菜他媽媽吃得到嗎 他媽媽吃不到啊 連阿羅漢都沒辦法了 你有辦法嗎 所以佛陀就教我們兩個方法 一個 你用這個素食的食物去供養有德行的人 或是把這個食物去幫助最貧窮的人 然後再把這個力量回向給他 讓他有福報 這個才是正確 那如果你要拿食物去拜 可以 像我們今天去 我們把食物呢 念咒 回向給所有孤魂野鬼 昏幕區的孤魂野鬼 那這樣 對他就有幫助 然後這食物就留在那邊 留在那邊 流浪狗來吃啊 這邊海鷗鳥來吃啊 還可以布施給鬼 動物 如果做一點煙弓 辯食座 還可以布施給鬼道 那這樣的力量才可以給這個 祖先啊 那我知道 跟著法師什麼一起去 這很好 如果我自己一個人在美國 或者我觀眾朋友一個人在美國 台灣 沃沙基 想要做這件事怎麼做 那很簡單 因為慈悲不分在家出家 你今天就拿一點食物 那什麼儀鬼嗎 我們不懂啊 沒有沒有 你就拿到魂牧區 找一個樹下 然後就把這個食物放在 先拿在手上 我先替你們供養佛 供養法 神就像供養出家人一樣 因為他們之所以做孤魂野鬼 就是沒供養嘛 那我這份食物先替你們供養 幫他去做福報 對 然後供養完以後 這份食物呢 我也不拿回家吃 我用這個食物呢 又布施給孤魂野鬼 念翁阿宏 或是念觀音菩薩 就念翁阿宏 對對 然後我們一般是這樣 會拿三分之一 鴿子來了 海鷗來了 先布施給牠吃 那這個就是布施食物啊 布施食物給可憐的動物啊 所以佛陀說 你布施食物給可憐的動物 比供養佛的功德還大啊 因為佛已經成佛了 根本不需要你這些 他只是讓你修福報而已啊 所以 但是我們還是要替牠做 然後再布施給那些魚 所以我們今天布施了 我看今天有一千隻鳥啊 一千隻鳥啊 多多多 那些鳥真的是菩薩 就在擋在墓園的門口 誰要進去都要布施 先替牠們布施 然後再回向給那些外國人的墓 因為牠們不會布施 所以我想任何人去做 哪是你點一隻箱 你這個觀念 你要想說 我這一隻箱 用這一隻箱 替祖先供養佛 然後我有這一隻箱